在同学们一片鲜艳的目光中 小艺上的男友阿信的超级跑车 留下两个室友嫉妒的在风中凌乱 其实不只是室友们 就连小艺自己也不知道 阿信为什么会选择平平无期的自己 这个阿信不仅帅气多精 对待女友更是温柔体贴 每天风雨不改的接送小艺 起初两人相遇是因为阿信的摄影工作室 承接了小艺班级的照片拍摄 没想到从那以后 阿信居然主动邀请小艺去拍采风照片 在阿信的镜头下 本来自卑的小艺也变得自信美丽 再后来阿信就将小艺提出了交往 在小艺眼中自己那么平凡普通 完全配不上阿信 可阿信却说每当小艺微笑的时候 她的内心都感到无比幸福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男女朋友 而交往的第一天 阿信就说小艺身上的香水不适合小艺 于是就给小艺买了一瓶十分昂贵的香水 不仅如此 阿信这人非常大方 她带着小艺逛遍了高档的百货公司 将小艺全身上下都包装了个遍 小艺一看着敬重的自己 宛如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阿信提起小艺穿的裙子品牌很适合她 让她以后都穿这个牌子 可小艺看了一眼标签价格就被吓了一跳 这么贵的裙子都抵得上她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但阿信却觉得只要小艺喜欢 她可以给她买数不完的裙子 渐渐的阿信的要求越来越多 她要吃特定的西餐样式 还要小艺把头发牛肠染黑 小艺总觉得既然自己喜欢阿信 那为她改变也没什么 可她的要求却逐渐升级 阿信开始让她学钢琴 她认为小艺的气质很适合音乐 可只有小艺知道自己从小五音不全 她刚想拒绝 阿信却提起了自己的母亲 很希望儿媳妇会钢琴 听到这里 小艺立马修红的脸 她不再拒绝 满脑子沉浸在儿媳妇这三个字的喜悦中 从那以后 小艺更是以此为目标开始学习钢琴 可钢琴仍旧弹得很难 小艺本以为阿信不会说什么 然而就在这天 她辛辛苦苦的为阿信做好了咖哩牛篮 阿信却直接把盘子摔在地上 大声怒吼着 自己喜欢吃的是红酒烩牛肉 小艺被吓了一跳 耐心的打扫着地板上的垃圾 阿信在这时走了过来 捧起了她的手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温柔模样 她告诉小艺 自己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十分严苛 她一直按照母亲对儿媳妇的标准来要求小艺 因为她前女友就是没有达到标准 才和她分开的 那时的她觉得无所谓 因为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前女友 可是她很想要和小艺在一起 所以她希望小艺能为了自己去学习这些 小艺听到这里不再悲伤难过 她打起精神 日以继夜地学习着 时间长了 小艺的钢琴弹得越来越好 而她也仿佛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小艺调皮可爱 现在的她知性优雅 因为这样才能让阿兴更加爱自己 而且小艺也不再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了 就连好姐妹的生日派对 小艺都拒绝了 她表示今晚有事去不了了 小艺走后 好姐妹们就小声嘀咕起来 你看看小艺现在这样子 已经飞上枝头变凤凰 开始瞧不上我们这些平民的生日派对呢 这天小艺正在钢琴室练习弹琴 弹着弹着 小艺似乎有了一些灵感 随着这种灵感 小艺即兴弹起了一首 自己都没有听过的曲子 这首曲子仿佛是从她身体里 流淌出来的一般和谐而美妙 就在这时 一位钢琴老师走了进来 然而当老师看着小艺的背影时 她却喃喃地说出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清雅 小艺觉得很奇怪 便询问老师怎么了 老师连忙解释 不好意思 是我认错人了 我还以为是清雅在弹钢琴呢 因为刚刚你弹琴的风格和她非常相似 而且打扮也很相似 小艺就很好奇 想认识一下这位清雅同学 结果老师却告诉小艺 这位清雅同学早在三年前 就已经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说完 老师还拿出了清雅的照片 当小艺看到照片的一瞬间 她整个人都弄住了 就仿佛被雷劈中一般 照片上的这个清雅同学和小艺 穿着同样的衣服 留着同样的头发 甚至气质都有一些相似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老师还说出了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清雅竟然还是阿信的前女友 听到这里 小艺顿时就明白了一切 阿信之所以会看上自己 就是因为自己和她的前女友有几分相似 小艺越想越气愤 于是回到家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阿信健壮连忙过来阻止 可现在小艺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够了我们分手吧 你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 而你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想将我改造成你的前女友罢了 亏我一直努力 想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结果没想到你喜欢的样子 却是另外一个女人 见小艺执意要走 阿信一把抱住了小艺 并向她解释 你听我说 我曾经活在清雅去世的伤痛中 无法自拔 直到遇到你后 我才振作了起来 一开始我确实是想通过你 找到前女友的影子 可是你的笑容和你的努力 渐渐让我走出了阴霾 现在的我 已经彻底忘记掉那段感情了 请你相信我 我不能没有你 而此刻的小艺 也逆不开阿信呢 她相信了阿信的说辞 再次留在了阿信身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艺突然就醒了 醒来后 她发现阿信不在自己身边 小艺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捏手捏脚的来到了书房 结果就听到阿信 在和一个看不清的人说话 恍惚中 小艺仿佛听到了清雅的名字 阿信竟然在和死去的清雅说话 而且阿信还对清雅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清雅 她睡着了 你快动手吧 原来清雅出车祸死亡后 就以一种灵魂的形态 留在了阿信身边 因为清雅生前的愿望 就是和阿信结婚 如果无法完成这个心愿的话 清雅的灵魂就会一直徘徊在阿信的身边 听到这里 小艺感到非常害怕 自己可能被利用了 于是她跑回房间 拿起手机和行李 准备逃离这里 结果被阿信发现了 看见小艺 慌慌张张的说 自己要去酒吧接一个朋友 阿信忍不住笑了 你别装了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说完 阿信一把抓住小艺 并大喊着 清雅快出来吧 人给你抓住了 此时阿信暗暗窃喜 只要清雅上了小艺的身体 并且再和阿信举行一场婚礼仪式 她的灵魂就能得到进化了 在这之前 阿信已经改造了两个女生了 结果这两个女生都精神失常了 也就无法再继续了 而小艺都走到这一步了 一定可以成功的 在阿信的呼唤下 清雅终于现身了 她两只白色的瞳孔 一直盯着小艺 视线从没有离开过 眼看清雅就要和小艺碾贴脸了 然而她却伸手 指向了小艺身后的阿信 下一秒 阿信被拿起来 阿信在半空中挣扎一会儿后 便失去了知觉 原来清雅一直想留在阿信身边 可阿信对清雅已经没有了感情 只想联盟找到一个女孩 完成清雅的心愿 让她早点离开 所以在小艺出现之后 清雅变得越来越不安 她不想离开阿信 然后她就想到了 让阿信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的方法 就是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 最后清雅恶狠狠地对着小艺说 滚 她是属于我的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下楼 这面 中人 这天 那